夏天到了很多人也开始展开了减肥计划 政治人物也不例外 我们的记者观察到了 有不少政治人物 他们的减肥还蛮有成果的 有正妹走进民进党中央 紫色膝上短裙露出修长眉腿 仔细瞧 这不是从政坛转战演艺圈的前立委谢心理吗 这回她接下新职务 要担任蔡英文新北市竞选总部发言人 其实我的生活是很 在这两年是很悠闲的 那在悠闲的过程当中 很多过去的政治工作朋友都很嫉妒我 所以都有点怨恨我 所以他们希望我赶快跟他们一样忙碌 生活悠闲 勤做瑜伽 谢心理甩肉两公斤 身材跟过去比起来更匀称修长 但减肥效果最惊人的是她 民进党立委陈廷飞 只能吃几口就是尝一个味道而已 难得吃几口肉粽就不再进食 桌上一堆美食也专挑没淀粉的吃 例行午晚餐不吃淀粉的陈廷飞 半年捡了八公斤 现在快瘦成纸片人 在一次我选民的家里面看到电视刚好有出现我自己的一段访问 大概是现在的两倍大 我自己吓死了 那个脸是肿的 努力受贞中的还有她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立坊 办公室这一箱简性水 用来中和吃肉不吃淀粉的酸性体质 她的减肥方式完全不吃淀粉 比比两个月前脸跟身体都瘦了不少 短短两个月秦立坊瘦了快五公斤 不管是拼党内初选面对选民 还是上镜头谈政治 这些女性政治人物要展现自己瘦身后最美的一面 明星闻众报道